最近這個活動其實是跟我們2014年很相似的 有人說它是顏色革命 你覺得那些NED在香港這個地方 是不是真的在做事 是不是他們外國勢力真的有在干預我們 他們是不是真的有支持這麼多人 是不是他們現在這件事煽動出來呢 合案是對的 但是有幾個因素合在一起的 香港政府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很開放的 香港是一個很開放的一個城市 不要忘記那個1997年之前 整個系統是英美系統 由英國開始已經接近97的時候 美國已經接手了 所以英美系統97年7月1日之前是他們擲裝的 從那裡過來的時候經過基本法 有幾樣東西的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 司法是沒有變的 即是他們系統的人 是的 他們在用的common law 原有法律仍然適用於香港 不過根據基本法之後有什麼改變 好了 這個行政方面來說 整個政府的civil servant的訓練出來 也是他以前講英的 這些人已經有些宣誓 宣誓我告訴他們是一次的 宣誓完誓之後一生一世 我不是誓誓做的 當然是宣誓一定是一生一世 我為你效忠 謹以至誓 為你服務 是不是宣誓一次呢 原來今天宣誓完之後 明天又會變成另一個老闆迷 所以大部份的公務員那些高級的已經心有所向 變成你在97之後呢 你的心呢 仍然都是在哪裏 大家明白 好了 這個立法的 只要有個關鍵小數 三分一 那些力已經很夠了 所以行政司法和立法呢 它是三位一體 希望2007年呢 那個特首呢 它是歸他那邊 民間裡面選出來 所以這個 由來以久 你無論CIA NED什麼都好 他們已經一早在97年潛在 插針在那裡 在那裡的 它不是97之後才存在 它不是那時候才降落 它們是一早已經在那裡 因為那個權力是他們拿的 是 是不是 不過這五十年不變裡面 是怎樣 國旗就轉了 但是跟著呢 實際上 操作如果仍然歸回我邊呢 那我就發達了 所以過去以來 它一直在期望著 2007年基本法裡面答應了 就說 最早 行政長官直選 就是2007年 其實因為這個 循序漸進 的問題 我們就把押頭去到2012 未到2012 我們就不斷退到2017 所以他們很關心 2017究竟 是不是可以有一個 特首的直選出來 所以 2014年 當時這個 戴耀廷 出了他的 和平佔中 搞這個 佔中行動 他的書 是在 2013年 7月出的 2013年之前 6月 他出了一篇文章 在2013年 1月16日 《信報》 有一篇文章 他就說 我們的時間不夠了 如果再跟北京在這裡 耍我們 是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挾持北京 跟我們講數 千萬不要跟香港政府 廢的 他們抓不到妝的 他們很明白他們自己的整個立論 所以我一定要跟中央政府談 但是必定要有籌碼 夾住中央 是什麼 夾住香港 作為一個 叫做 辱心 人質 例如說 如果你不受犯 我就會整和他 所以這個整個理念 就是出了 而且還有一個 叫做 公民抗命 要搞搞振 所以 現在的 暴亂事件 是2014年 當時佔中的後遺症 因為2014年的 餘毒未清 當時你把那些 暴亂分子全部清掉 李柱銘等 搞定之後 就不會今天有 現在這樣的後果 所以這次要怎樣處理 不只是NEDCIA的問題 因為它們一早存在 我相信有四個 要處理 這些對外的 在整個 那些疊報機構裡面 它根本就存在 你只能夠將它緊縮 收細它 所以它的尺寸要收掉 比如說美國的駐港總領事 它們的編制人數 好像是千人 幾千 起碼三千 我馬上手 有時候冰山的一角 上面 冰山下面有幾大的 露出出來的 很少意思 所以這個外交 外交中央政府要做 要收收它 內部方面來說 現在就按照法律 雖然說沒有二十三條 但是我們仍然都可以用二十三條 之前的前身 現在我們那些 國家分裂 煥亂 等等這些條例 應該要抓莊去做好它 實際上第二部分 就是DPP 就是刑事檢控專員 一定要做事 不能夠再在這裏 阿之又阿捉了 除非你的心裡有變 也是黃的 所以這裏要加強 一定要做好它 第三就是 現在我們需要是甚麼呢 在教育方面說 我們一年批成兩百多億 在這個大學的撥款裏面 但教育出來的是甚麼呢 原來最大的DLLM 你是甚麼學位 Degree of LLM 是 主修這份 主修這份 說出來是甚麼科目 DLLM 是 很失望 你明白嗎 我花了二百多億 給我們的大學 原來學出來就是DLLM 有沒有多丁那麼多 豐富一點的語言 沒有DLLM PK 最近我都經常被DLLM 一定 因為你肯說正義之聲音 一定會 他確認 給你一個Degree 沒有所謂 所以這個教育 我告訴大家 一定要搞定它 現在餘下下來 第六屆 是 我們還有大概只有十個月的時間 是 第六屆的立法會就會退休了 是 明年2020 就九月選舉 是 FOO過不了 是 一個根本無害的東西 原來是 只不過是對美國整個 那個 那個跌步系統有的影響 所以就 操縱到我們所有香港那些 無論老也好 亂也好 都走出來 說一百萬 然後二百萬加一 諸如此類 這些粗濫製造 作威作福 誇大其詞 但是也不要這樣看笑 人數不少 這些人是被荼毒 和誤導的不少 但是 FOO一條條例 根本不是那麼重的問題 都可以說成為 叫做送中條例 然後反送中 在這個時候我覺得 二十三條 咬著牙關 必須要通過 你夠膽再來打 打爛多次我們的立法會 我通過二十三條 所以 你要二十三條通過 要搞好的教育 要做好的檢控 然後呢 在這裏呢 我們一定要 要有關的 的事情 要做 正好 基本上 OK 但是現在這樣的社會情況 還推翻二十三條出來 會不會是一個問題呢 會不會令到市民更加走出來 或者效果會 適得其反 如果要生病 這場病 就要把毒素都移動出來 把毒素都移動出來 一獲過 等他們都移動了 做手術就要這樣 是 是吧 你在這次裏面 如果一個病人有癌症 既然做手術 他的癌症已經去到什麼程度 除非你說沒得開刀 一開刀之後 哇 整個身體都是 弄傷口 等死了 我相信我們香港 還沒有去到這個階段 是吧 我們還要治理這個病 要是要做的時候 既然要切割 癌細胞 你一定要切得清清楚楚 是吧 然後再要用化療 還是中藥 雙管齊下 什麼都要做 是吧 先要去毒 然後再進步 就是越困難的時間 我們越應該去做這件事 有什麼差得比現在 是 香港經歷那麼久 好像都沒有那麼大件事 是吧 2014年你搞不清楚 翻出2019 這個時候你再不做 國家2025就說已經會 會什麼 你看看 你香港搞成這樣 人家在深圳那裡已經有一個 要有一個叫做 示範區那個是什麼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示範區 人家就是換句話說 是做什麼 是新的示範點 因為 一國兩制裡面說什麼 香港不行社會主義 行資本主義 深圳在香港旁邊學習 但是這裡是社會主義 一個國家兩個制度 國家行社會主義 是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它全面將深圳提升 然後跟著我們又香港在這裡 大家並隔行 哇 原來兩種主義都在中國裡面 運行得非常之恰當 所以 中央人民政府 不會令香港走下坡 只不過因為 全國正在高速提速向前行 你還在走現在香港的直通車那一部車 走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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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家已經更改幾代 換句話說 你這樣比較 其實你不是沒有進步 你這樣走 人家這樣追上來 是 所以我會這樣看 香港這一次的暴亂事件 是可以暴露出了我們香港的內在 本身存在的一些矛盾 在沒有事產生的時候 還可以大家會這樣定價而行 不會攬炒 但是從他們最近的 tactics 說我要攬炒 這種思維已經錯 那我就不讓你攬炒 如果要炒的我就要炒你的 我怎麼會攬炒 我炒你 是 如果是鬥地主這樣說 你出不了派我就炒你 double triple 我炒你 如果我是老闆我就炒你 因為你沒用 我要騰出去無存聲 要給一些有作為的人做 香港仍然是成功的 為什麼呢 你亂不得起 只不過現在呢 是走到那個十字路口 轉左好還是轉右 向前還是向後 吞 因為這裡是彷徨和猶豫的 我相信 止暴制聯8月7日之後 方向是很清晰的 現在要做的 就要大刀闊虎去做 這裡這樣上去 雖然是慢 還有經濟現在走下坡的 不要忘記人家深圳那裡 8月9日出台 8月17日全力去公佈 現在別人不等你 2025年 深圳成為是全球其中一個領導的 一個科技中心 一個科技中心 然後2035年 將會是領導世界的 人家 喂 不是大隻港 總之我自己對自己有信心 我定了我的目標 我的理程是什麼 但你自己 什麼時候停亂 什麼時候都好像 毫無頭緒 不要叫你說做積極的事 向前走哪裏 搞好你自己爛攤子 自己都好像還在爬頭 好累 不如我們先休息一下 真可憐 不是那個態度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你 何律師 你認為我們香港如果再這樣下去 會不會被邊緣化呢 因為我們看到 深圳又開始過我們頭 上海又開始過我們頭 北京又過我們頭 那我們香港人 應該去做些什麼 去 叫做融合國家的大局呢 這個顧慮固自然 我們是很現實的 是不是 如果 你不勤力的話 此消彼獎 要被別人比下去 這個顧慮是真確的 我們支持更符勇 有危機感 要努力去做 不過我相信 在我們的新青年方面 有兩三代已經廢了 你看到有一堆這樣的人 完全是非不分 這些要慢慢處理 但是最重要的是 那些蛇頭那些 搞搞症那些 先撕掉它 那這些傢伙 就會慢慢走回來 會回心轉移 另外 要怎樣培訓很漂亮的人 再引入高才 要做好幫助我們香港 那應該 由20 我們這個問題 要花兩年時間 要撩你的傷口 兩至三年的時間 需要 那這兩三年裡面 撩好的傷口 同時又要怎樣向前提速呢 要追上去呢 那我們還有些時間 深圳 如果你說粵港澳來說 粵港澳大灣區 不會是港粵澳 也不會澳港粵 說明粵港澳 粵的意思 已經是廣東山 而廣東山裡面 現在這個呢 給了 深圳有一個龍頭的 那個 名稱的話 他也說得很清楚 2025和2035的方向 和那個 那個 水平呢 那我相信 我們唯有現在 撩好自己的傷口 同時呢 緊靠著 沒有說誰學誰的 是不是 大家只要有 有互利互為的 有什麼所謂呢 今天好像我是 給你 認識多一點 但是 三年後 我跟黑超哥你了 因為你越來越聰明 那 變成這樣 那個世代的交替 和那個 互相學習 和哪些人聰明的 能者而居之 這個必然的 我們不要眼紅 也不要去妒忌 哪個人聰明的 鼓勵他做多一點 但是聰明的人 又不要 叫做三分顏色 就當大紅了 有時候會囂 不要囂 所以深圳那裡 他成功的時候 希望都不要囂 令到和我們香港 更加可以緊密性地去做 粵港澳 這個一定是深圳行頭 似乎現在這個形勢 是無可避免 香港仍然有 自己的獨特一面 只要大家可以共存 有你有我 但是你不要搞亂檔 那我都可以容許你的 或者你AIC也好 CAI也好 沒有所謂的 哪裏都有這樣的人 但是你不要搞亂 你知道 you have to know your position 你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裏 你不要搞亂 那就可以了 8月7日止暴制亂開始 你看到民間很多的集會 之類之類 你覺得有沒有用途 有什麽實質用途 或者你建議他們可以做些什麽 做多些 那何律師 你又覺得現在好像 全民記者這個情況 你有什麽建議 或者你認為 為什麽構成現在這個現象 每個人都是記者 有時候我看到黃陽達都穿著記者衣服